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米香虾拌姜豆让您快乐制作健康美味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玉米 姜豆 海米 辅料有胡萝卜 葱姜蒜 小红辣椒 调料有麻酱和小苏打 我还真查了 说这姜豆当中含有一种维生素B 这维生素B就促进肠炉豆 所以说它有增强食欲的功效 这个姜豆不只是我们中国有外国也有 他们管那个豆叫什么呢 叫什么 叫芦笋豆 芦笋豆 我们先给它切成段 切成段 一般的咱们在家里 夏天的时候隆起 我拿这姜豆焯一下喝热水 然后拿点麻酱 还有点蒜一半 又简单又好吃 没错 今天我们也要焯一下 碗里边稍微的加入点盐 少来一点点油 但是这个姜豆唯一的它有一点点不好 是蛋炸的 就是吃起来厚劲会稍微的有一点色味 如果去除这个色味 我们在超烫它的时候 往这个水里稍微的加入一点点小酥辣 这样更易于它叶驴素不外信 是这样 对 使它这个姜豆更绿 加一点小苏打 然后我们把姜豆放进去 这姜豆有时候就这样 焯不好的话 你捞出来就塌了 放黄了 黄了 不好看了 而且就是说我们焯完以后 要马上放在凉水里面 去给它投凉 别让它厚熟 如果说家里有条件的话 有冰块 那冰块更棒 是吧 稍微的等会儿 得等它呢 开一下锅 我们稍微的来一点胡萝卜 配一下什么 红配绿 处理姜豆的小窍门就是 水中放入少量的盐 油和小苏打 放入姜豆 焯熟 这样不但可以去除苦涩的味道 而且会抑制叶绿素外流 使姜豆更加翠绿 另外 焯熟之后 要马上放入凉水中 积一下 这样做出的姜豆 才有脆爽的口感 好了 下面开始取玉米粒 顺着玉米粒下端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放进去 对 是吧 一下 这一下就 你看这 一下就 这一溜就下来了 可以 而且呢 这个东西呢 还很好玩 说白了 如果说呢 您要是觉得它 还是觉得费事 那我们就 干脆就拿刀 看 这也行 是吧 对 看 就切 那玉米啊 特别好 据说呀 一百克的玉米 这有三百毫克的干 这跟这乳制品 含干量都差不多 所以说呢 多吃点老玉米 特别好 而且我记得 以前好像还有过一个歌 就叫老玉米 是吗 您给说 反正大概词是就是 就是同志们 你现在身体好嘛 你要想身体好 就是多吃老玉米 你身体好 好嘛 玉米不好 吃老玉米吧 对 反正这个老玉米 多吃点是非常地有好处 好 我们拨热了以后呢 放一点点油 然后呢 就下入姜末 姜 姜的多放一点 葱 小红椒 拿个洞吗 可以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加入什么 海米 海米啊 我们把海米呢 给它煸香呢 好 这个海米 我看您用的海米 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这个 别用的大粒的海米 嗯 又好看又好闻 一会儿就好吃 好 煸好以后呢 我们呢 给它稍微的来一点点糖 好 得放一点 因为呢 海米呢 它有咸味儿 稍微的放一点点糖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光火 放在一边呢 晾凉 就行了 好 平时呢 我们在家里拌姜豆呢 一般的呢 都是要放一些麻酱 因为麻酱的姜豆 这个口感呢 非常的好 对 今天呢 我们呢依然是 麻酱 放一些麻酱 但是这个麻酱呢 哎 我们呢 蟹的时候呢 要用醋来蟹的 也倒是啊 你拌姜豆 肯定最后得割醋 对 你割完麻酱再割醋 还不如拿醋蟹麻酱 经常吃一点麻酱 盖 而且这麻酱这个东西又不贵 是吧 你看这 把那个蒜末呢 给我放在姜豆里面 这个 嗯 这会儿重要 对 蒜末 然后呢 您在碗里面加入盐 适量 这盐呢 这个东西啊 可是啊 不能吃太咸的 盐 糖 还有糖 酱油 您一下说了行吗 咱们不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吗 糖 搁这么一勺行吗 可以 可以啊 对 酱油 这是酱油啊 酱油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让它这个上点颜色 是吧 对 对 好 现在呢 这个时候我们呢要加入麻酱 麻酱 麻酱可以多点啊 对 这个麻酱呢 如果说 哎 我们放水啊 放快了 它呢 一拌下去呢 就不成酱子 就卸下去了 对 所以呢 这个呢 一定要 我们拌的里面呢 一定要像沙拉酱那样 要么这个有粘度 好 现在呢 就加入我们刚才炒的玉米 现象 这也晾凉了 是吧 对 看 可以 这道清凉冰爽脆嫩爽爽滑的玉米香虾拌姜豆就新鲜出炉了 它是这样制作的 第一 水中放入盐油和小苏打把姜豆焯熟之后捞出放凉水中积一下备用 第二 热锅凉油放入姜末葱末小红辣椒和海米 煸香之后倒入玉米粒翻炒均匀用糖调味关火备用 第三 姜豆中放入蒜末盐糖酱油等调味放入用醋卸开的麻酱 最后把炒好的玉米香虾放进去搅拌均匀即可端上餐桌 行了 玉米香虾拌姜豆 做好了 玉米海米 包括姜豆 包括花生碎 一样样都是好东西 这道菜不但营养丰富富 有一个关键问题 您知什么 就是价格还不贵 是吧 既营养丰富价格又不贵 您不尝试着做做 欢迎您把您的心得通过微博告诉我们 天体饮食明天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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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